二百九十一级 不管你在这具煞丹分身上做过什么手脚 既然我成了这具身体的主人 你以为那些小静止还能起作用吗 你知道煞丹分身 嘿嘿嘿 这煞丹和分身之数 原本就是我传给那两个逆途的 你认为我会看不出来 敢在我面前使用分身 你的胆子很大呀 你难道不知道 只要使用这种秘书炼制的分身 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他们 你师父没警告过你吗 什么师父 这种分身之法 只是我从一块玉碱内得到的 不知和阁下有什么关系 玉碱 小子 你以为不承认是那两个逆途的门下 我就会放过你吗 秦下你后我会再将你抽魂炼神 那一样可以得到我想知道的东西 驱魂似乎根本不相信韩丽所言 说完此话 他便毫不迟疑地冲着不远处的那堆白骨一招手 那灵散的白骨便自行飘浮起来 并且瞬间重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骨架 借着白骨一闪的 轻狂撞击到了一起光芒四界飞射 被俘身后的驱魂 似乎修为也并不险于鸡蛋出起了 这可有些古怪 但下面发生在驱魂身上的一幕 则让韩丽更加骇然了 只见那白骨飞至那驱魂身前 竟是毫无阻隔地融进了那驱魂的体内 那驱魂的身子顿时冒出了数种不同的光滑 有碧绿色的幽火漆黑的鬼物 还有驱魂自身修炼的血炼神光 三种不同颜色的光芒是纠缠不清 在驱魂身上流转不定 彻底地将它照在了其中 而驱魂在吼叫声中 体内也发出了斗力爆响的嘎嘣之声 接着他痛苦地攻了下身子 他的身体和四肢竟开始缓缓地收缩起来 当响声结束 他再次直起身子时 那原本高大的身躯竟是矮下了一大截 变得和常人是一般无二了 而最让含力亥然的是 驱魂那张脸孔竟也变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模样 甚至双目中的眼珠也是血色大简变成了淡红之色 驱魂在这短短的一瞬之间竟是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人了 汉里默然了片刻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苦笑之色 附身还是夺舍 你也太小瞧我的玄魂炼妖大法了 这可是元英奇修士才有资格修炼的秘工 只要修炼了他 我就不用再受夺舍的限制 可以随意地用玄魂之身附在他人身上了 如今我的玄魂凝固之术已成 就先拿你血迹下本圣祖的重出之日吧 那少年一抬手 食指忽然变得尖力无比 并长出了数寸长的碧绿指甲 汉里神色阴沉 不再说什么废话 他将一直抓在手中的灵兽袋轻轻一抛 数千只士金虫便立刻蜂拥而上 片刻后就组成了一片金银色的绚丽云霞 漂浮在了头上 接着他又双手一挥 三四只巨猿傀儡便出现在了他的周围 一个个目光冰冷地盯着那名少年 可汉里还没把休 他双手一掐绝 九柄小剑便立时从青光中飞出 并且击射到了一起 凝聚成了一把杖许长的翠绿色巨剑 剑芒闪烁不定 并且不时有淡金色的电弧跳跃可不停 看到这一幕清秀少年的神色大变露出了意外和凝重的表情 天雷竹炼制的飞剑 蛆虫术 傀儡 你似乎还真不是吉英和吉炫的弟子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倒可以好好谈谈 正准备发起攻击的韩丽文言为之一证 但默然片刻后 却是冷冷地拒绝了 但我却想试试 阁下是否能接得下在下的飞剑 说完此话 韩丽毫不犹豫地冲着巨剑一点指 顿时 一道粗如巨蟒的绿红便激射向少年 少年剑子脸上微微一沉 他不等飞剑近身 就伸出一只利爪在身前轻轻地一挥 五道半月形的黑芒便凭空出现 并且迅速地长大 闪了击闪之后 便急斩向了绿红 只是轻轻地一击 那半月形黑芒 就被绿红上弹射的淡金电弧 给激得烟消云散 根本就不堪一击 这金雷珠的威力 可是远出我的意料啊 转眼睛 绿红就到了少年的眼前 可他仍是不急不躁 冷眼看着巨剑飞进 似乎是胸有成竹的样子 突然 那少年鬼爪一翻 一道同样的绿芒射出 正好击中了迎面而来的绿红 顿时雷鸣声大响 黑金两色的电弧交织撞击在一起 并且凝成了一颗巨大的雷球 互不相让地发出了霹雳之声 直针地打听嗡嗡直响 声势惊人啊 汉里的目光猛然一速 天雷珠 难道是 汉里似乎想到了什么 凝神向那少年射出的绿芒 细望过去 在那耀眼的电弧之中 一根持续长的翠绿色箭矢 毫不示弱地 与七柄清竹风云剑所画的巨剑 斗得是激烈之急 它们上面弹射出的电弧 和巨剑上的可是大不一样 不但其中的金色仿若不见 反而掺杂进了浓浓的黑色 竟似被什么邪法激烈过一样 这黑色雷弧的威力是奇大无比 在和金色的雷光交织之中 反而是大战上风 看到这里 汉里不由地清吐了一口闷气 没想到当初的怀疑竟是真的 一看到插在白骨头颅上的箭矢时 它就感到其散发的气息 有些熟悉 很像它培育大成的金雷竹 但是它那有些发黑的颜色 和偶尔泄露的丝丝邪气 却让它迟疑了起来 毕竟据它所知 金雷竹可只在乱星海出现过一次 随后就消失了不知多少年 哪能这么凑巧就让它给碰见了呢 如今看来 这当初暗算了对方的箭矢 不但是金雷竹之城 并且反被老鬼将其炼化成了法宝 这可真是一件讽刺至极的事情 若是当初老鬼趁我观察白骨时 突然驱使箭矢飞起发难 那我岂不是必死无疑 这个念头一起 汉力是不由得越想越害怕 只觉得背后是冷汗直冒啊 至于清除风云剑不敌此箭时 这倒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这些飞剑修炼的时间太短 完全只靠金雷竹的能力在拼斗 自然是远不及对方的法宝了 此番试探 对方既然真有办法对付金雷竹的辟邪神雷 那我倒也不想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了 毕竟从刚开始的绿营 到现在的华山少年 我一直都没摸清对方的真实修为 并且此人狡诈多端 一身的写法魔功更是诡异狠辣 防不胜防 若与之放手一搏的话 我即使还有十余万士金虫这个杀招 也并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取胜 想来 对方刚才突然提出罢手的建议 想必也是见我法宝稀奇功法古怪 同样有些忌惮了 这样想吧 韩力便一语不发地冲着巨剑一招手 顿时轰的一声巨剑分解了开来 化为七柄小剑飞射回了韩力 少年剑子目中是寒芒微露 但一犹豫好 还是没有让那剑士继续追击 同样是召回了法宝 阁下若真是阴极老祖的师父 那年龄岂不是快过了千岁 我未修炼玄魂炼妖大法时 便已活了六百余岁 转化为玄魂之体后 虽然不知过了多少年月 但起码也有四五百年吧 这也幸亏我散尽了原因 另修炼了这玄魂之体 否则就是肉身犹在 恐怕也早已作化了 若他所言不假的话 此人还真是个千年老鬼啊 同时 韩力不禁对这玄魂炼妖大法 起了一丝兴趣 可以让寿命突破普通修士的限制 他自然是有些心动了 这么说 在下真的要称呼阁下一声老前辈了 前辈 哼 想我叱咤修仙界这么多年 没想到却落了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 连重入六道轮回的机会都舍弃了 为的 就只是找那两个逆途报此大仇 你若不说明白你的来历 我就是拼着多损伤些元气 也不会让你活着走出此地的 前辈光问在下 那晚辈岂不是太吃亏了点 在下同样也有些疑问 不知前辈能否解答一二 好 很好 我可以答应这个条件 不过 我怕你知道的太多 小命就很难保住了 这个就不用前辈担心了 若是在下没猜错的话 前辈的修为现在顶多 是和结单后期的修士一样 在下自还能应付得了 韩丽仔细注意对方的表情 但那少年只是冷笑几声 神情是丝毫未露异样 老狐狸 废话少说了 你说所学得自一块玉剪 并非我两个逆途门下 把那玉剪拿过来 让我看看 韩丽猪躁了一下 就伸手王储 带中一摸 然后一甩手 一块散发着灰白之气的玉剪 便直飞向了少年 少年并没有直接用手拘接 而是一抬手 一团黑气化为了一条黑蛇 一口将玉剪叼在嘴中 飞回到了少年身前 少年手足未动 只是双目血芒闪动 凝望着玉剪一动不动 片刻后 他目中一光一收 接着手指轻轻一弹 嗖的一声 那玉剪便如箭矢一样地 倒射回了韩丽手上 你当初是如何得到此物的 说来听听 光凭一个玉剪 并不足以说明 你和那两个匿途 没什么关系 既然前辈有如此神通 想必当年的名声一定不小 能否告知晚辈一下 尊姓大名 少年将韩丽避而不答 反而向自己提问 不禁心里大怒 眉宇间露出了一丝阴历之色 老夫乃玄骨上人消叉 你可曾听说过 玄骨上人 我还真从未听说过 既然前辈认为 玉剪不足以证实在下的身份 那在下的功法 也并非阁下一脉相传 以前辈的阅历 应该也是能看得出来才是 十二级 说完此话 韩丽将清源剑决的功法提升到了极致 身上的清光也越发地夺目耀眼 几乎让人不敢直视 随后他实质微谈 七八道清源剑盲便脱手射出 击射到了一侧的墙壁上 洞穿出了数个碗口粗的孔洞来 当初晚辈灭了一个邪修 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不过老夫再问你一句 除了这个预警外 你当初还从对方身上得到了其他的东西吗 听了老魔这番话 韩丽神色一动 他隐隐觉得对方威逼了自己半天 似乎最终目的还是在此啊 前辈既然修炼成了玄魂之身 还被困此地这么多年 是不是因为这玄魂炼妖大法的限制和缺陷很多 比如说无法在白昼下行走 被一些特殊的法器所刻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这些事情吗 这就对了 那前辈以为我就会告诉一些 前辈不该知道的事情吗 肖叉听了此番冷嘲之语微微一正 脸上的怒容却渐渐地消散了 既然你不愿意说这些事情 那就 玄谷上人话风一转 似乎打算换个问题 但此时一阵清明之声忽然从老魔身上传出 让韩丽为之一愣 玄谷上人听见此声也先是一正 接着便露出了不敢相信的惊喜深情 他没有理会韩丽 突然一拳击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只听扑斥一声 一节洁白的肋骨竟从其体内飞射出来 在围着玄谷上人转了一圈后 回落入了其手掌之上 那清明之声竟是从这肋骨之中发出的 韩丽眨了眨眼睛露出了几丝疑惑之色 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可那老魔手拿此物 脸上的笑意却更浓了 只听砰的一声 老魔五指略移用力 那些白骨就变成了白粉 从中飘出了一块白色光团和一只蟋蟀一样的黑虫来 此虫围着光团是不停地鸣叫 但一见到了玄谷上人便马上停止了叫声 自行飞入了他的体内 玄谷上人见此时哈哈一阵大笑 他一把将那光团抓入了手中 随后白光消失 露出了一块略微泛黄的旧锦帕来 对面的韩丽看到此物是心中不由的一阵 这锦帕看起来如此眼熟 和我从那黑煞教主手中得到的残徒似乎非常相似 难道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不成 韩丽心智 这可能是解开那残徒秘密的线索 因此不由地细观察起了对方的一举一动 但可惜呀 玄谷上人在飞快地看了一眼后 就将那紧怕麻利地往怀内一塞 既然你和那两个逆徒没有关系 那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和你多耗了 我另有钥匙在身 咱们就各行其事吧 另外给你个忠告 再在此处多留的话 说不定我那聂徒就会闻讯赶来了 说完此 玄谷上人就在冷笑声中化为了一道血光 从韩丽的一侧一闪掠过 接着便从入口射出 一副匆忙至极的样子 韩丽先生恶然 接着便皱了种眉头 随后他也马上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清光 在大厅内盘旋一圈 将金青等人的法宝和储物袋一收 并用几颗火球将尸体化为灰烬 这才同样地飞射出了此地 这老魔竟然看都没看一下这几人的处待 不知他是根本看不上这些结单修饰的东西 还是因为事情紧急意识大意疏忽了 这倒是便宜了我 可他竟然把居魂给夺走了 当韩丽正这样想着的时候 便从地下飞出了地面之上 此时那老魔竟早已踪迹全无 让韩丽对其顿数的神庙 心中是一阵骇人 韩丽看了看寂静无声的四周 才想想这么多人进入地下 结果竟只有自己一人走了出来 心里是莫名地生起了一丝孤零的凄凉之感 韩丽也不敢在此多待 他略微辨识了一下方向后 就立刻向岛外盾去 并且一边飞着 一边往自己的储物袋中摸索着什么 片刻之后 一团同样冒着白光的锦帕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不用细看 我也已经知道 这锦帕和玄谷上人手上那块 绝对应是同一类的东西 就是不知道这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想到这里 韩丽不由地细看起了这锦帕 只见那原本模糊不清的地图 此刻竟彻底消失了 只是在空空如也的锦帕上 多出了一个金色的小光剑图案 无论韩丽如何转动锦帕 此光剑都会慢慢地直指西北方向 并在剑尖处射出了一丝红线 笔直地延伸到了锦帕边缘 发出淡淡的荧光 韩丽手握此图 一时陷入了沉思 虽然不知此物的具体功用 但是如此简单的图画 没有任何人会不知其意 这分明是让持有此物的人 按照小剑所指的方向 前去某地方 想必那红线尽头处 应该是有什么机缘 在等着持图人吧 看那玄谷上人 如此急匆匆的样子 显然这图的作用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而关其脸上的喜色 这其中的好处 肯定也是不少 我若是想探个究竟 也只有按照图示方向 马上动身了 否则 不是此图的效应过期了 就是好处 要被别人抢先一步站走了 韩丽细细思量了一会儿 又愁愁了好半天后 这才决然地调整了方向 只见青红划破天际 转眼间 便离开了这座荒岛 大约一刻钟后 一大片阴森森的黑色雾团 便飞驰着从远处 赶到了此岛上 并在那大城的洞口附近 略意盘旋 随后浓雾尽散 露出了一位皮肤苍白的中年人来 此人望了望 已经被破坏殆尽的阵法禁制 和被推到一边的风铃柱 双眉立刻便倒竖起来 马上进入了地洞之内 片刻之后 一声恼怒之急的长吼声 从地下传来 直阵的附近的地面是颤动不已 接着 中年人裹在一团黑芒之中 飞出了地洞 直冲天上 他焦虑地左顾右盼起来 忽然身形滴溜溜的一转 数十道黑芒便飞射而出 化为了巨大的黑鸟往四面八方飞去 迅速将附近百余里的地方都搜索了一遍 但等所有的巨鸟再次飞回之时 仍是一无所获 中年人的神情忽然变得 真是难看至极啊 他仰手望了望天空 半天都没有其他的举动 老贵 就算你能逃出此处又怎样 现在的你 早已不是原先的玄谷魔祖了 我也不再是你门下区区一名结丹旗弟子了 等我忙完了这徐天殿之事 再搜遍乱星海 把你救出来 说完此话 他不再迟疑地腾空飞起 重新化为了一大团黑雾 接着 似乎是为了宣泄心头的恼怒 一道粗弱水桶的黑色光柱 从雾中喷射而出 将洞口附近的地面 变成了一片废墟 随后 那黑雾便如同流星赶月一样地 远远顿走了 韩丽自是不知岛上发生的这一切了 此时 他正按照地图上所指的方向 老老实实地 驾驭着法宝 在天上飞驰着 这一日 韩丽正在闷头赶路之时 忽然听见前方传来了打斗之声 隐隐隐有爆裂声和刺眼的光滑闪动 一看就是有修士 韩丽摸了摸鼻子 既已知道这些人不会造成什么威胁 那便直接驱动法宝 从一侧掠过吧 这样想吧 韩丽便略意提速 化为绿红向前冲去 转眼间就到了几人的眼前 撑透的几人大惊 都不约而同地助手后退 并且各自收回了法器 而韩丽在经过他们时 剑光是略微地顿了一下 随意邪扫了一眼 却不由地发出了一声惊恶 诶 与此同时 那对男女修士中的女修士 在看清了韩丽的面容后 竟然大喜地叫了起来 韩 韩长老 我是妙烟门卓幼史的清传弟子 还望韩长老相助一二 这三人是本门大帝 独龙会的修士 听了此女的喊声韩丽一正 不由地将目光转到了此女身上 并将剑光停了下来 你是妙音门弟子 此女是一位年约二十的少妇 面如温玉 肌肤赛雪 如花的俏脸上满是惊喜之色 弟子闻思愿 参见韩长老 这位动人之急的少妇急忙飞到韩丽身边 恭敬地施了一礼 韩丽则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了一遍 你怎会认识我 我以前有见过你吗 韩长老不知 晚辈虽然从未拜见过前辈 但是门主早就将几位长老的画像挂在了供奉堂 我等每次去总堂时都会见到的 听了这话 韩丽先是一正 接着 心里又有些哭笑不得了 没想到 那妙音门的三女竟会做出折腾事来 想必 这也是对方对外宣传我成了妙音门长老的一种方法吧 韩丽心里有些郁闷 但脸上可没有表现出什么意思 她反而一扭头 忽然转向了另一侧的那位中年男子 文兄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好吧 二百九十三集 中年男子自从韩丽出现后 就一脸的古怪之色 现在听了这话神情更复杂了 她瞅着韩丽的眼神 仿佛既有些羡慕 又有些自卑 没想到 韩前辈还能认识在下 文某即使在妙音门中见了前辈的画像 还是好长一段时间不敢相信 恭喜前辈结成金丹了 这中年男子竟是当初在奎兴岛和韩丽 有过两面之园的青年修士 文强 只是当初那白净文弱的青年 此刻已两鬓白发满面沧桑 眼看就要步入花甲之年了 文兄不必前辈前辈的称呼 我们当初毕竟相识一场 还是平背相交吧 韩丽一眼就看出 对方此刻还只是注击中期的水准 此生 怕是没希望进入结单期了 一想到当初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变成了这般容颜 韩丽还是不禁唏嘘不已啊 其实就是文思悦不喊住他 他也会停下的 毕竟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虽然和对方接触不多 但是刚才飞过的时候 还是一扫之间就认出了文强 而当初啊 对方给他的印象很不错 自然会顺手帮一帮 不会让他在眼前生死的 文强听了韩丽此话 却是连称不敢 韩丽有些无奈的 也只能由他了 而一旁的少傅 听了两人的寥寥几语 则是小嘴微张的吃惊之奇 他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眨了起下 刚想要问些什么的时候 韩丽却忽然扭头 口气一冷地朝对面质问起来 你们三人想到哪儿去 我让你们离开了吗 原来对面的三名修士 一见对方来了 为结单期的帮手 早已是惊慌之极了 但是看韩丽似乎没有注意他们 而是在那儿谈得正欢的样子 不由得心存侥幸 慢慢向后退去 现在一听韩丽此言 几人都神色煞白 不忘了一眼后呢 马上分为三个方向 玉器就跑了 并且一边飞驰着 还一边在身上放出了 五颜六色的防护法器 和各种的护照 哼 饶死 韩丽面色一寒地抬手轻轻一弹 三道耀目的青色剑光便脱手飞出 一闪即逝地出现在了那三名修士的背后 只听呼呼几声 几人身上的法器和护照啊 都如同纸糊的一样 被顽口粗的剑光是一击击碎 惨叫声几乎是同时传来 三人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少妇和文强将韩丽举手投足 就灭了三名独龙会的修士 不仅为之色变 望向韩丽的眼神 也不由多了几分敬畏 而韩丽自己啊 也是暗暗地点点头 这三道青园剑芒 虽然看起来不怎么齐眼 其内实际上却含了我不少的灵力 但能够对助击其修士做到一击必杀 我还是很满意的 看来随着修为的增长 这青园剑芒的神通 还是大有用途的 对了 这位和文兄都姓文 难道是 让韩前辈笑话了 思月正是小女 那我也要恭喜文兄了 这位思月倒有年纪轻轻 就已有助击期的修为 说不定今后也能金丹大成呢 不满韩前辈 思月的确是在下的骄傲 只是区区二十余年就能助击成功 我对她寄希望很大 我的修为是无法再寸进了 只希望她能比我走得更远一些 文强说这些话时 瞅着少傅的目光满是怜爱之色 而文思月则被说得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去 韩丽目中含笑地重新丑人的少傅两眼 微微点头道 这位文思月的确资质很不错 接下来文强和韩丽分别说了一些双方的经历 虽然说和对方并没有多深的交情 但是骤见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 总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从对方的话里 韩丽听到了一名资质普通的修仙者 在乱星海大同小异的大半生的经历 那日和韩丽分别没多久 文强的师父就大献以道作画了 而他在奎兴岛上混了数十年后 总算是勉强筑击成功 然后呢 他就开始在各个岛屿之间到处闯荡游历 并在此期间被妙银门的一名女弟子看上了 从而也加入了妙银门成为了其中的一名外侍弟子 从那以后啊 他就一直为妙银门处理一些散杂事物 后来呢 这位文思月就出生了 而他的那位夫人则在女儿出生后不久 就得了一场怪病逝去了 因为和琪琪感情极好 他也不愿再续闲 因而就独自一人将文思月抚养长大 并且很自然地让他同样也成了妙银门的弟子 唉 文兄 那你妇女二人又为何会在此处和人争动呢 听了这一问 文强顿时露出恼怒之色 而文思月脸上也为之黯然 文强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缓缓开口了 小女成年之后 嫁了一位看似前途无量的年轻修士 和其结成了双修道绿 只可惜 这位年轻修士实在浮薄 新婚之后不久 她就在一次和其他修士的斗法之中 意外身亡了 从而 小女便成为了一位未亡人 但这也引起了一些门内难修士的窥视 但是小女因为丈夫心思 根本就没想过马上再另行嫁人的事情 于是便一连婉拒了数名难修士 结成双修道绿的要求 结果 却不知不觉得罪了一些门内的高层 因而这次 小女就被安排了一个吃力而危险的任务 我也只好陪着她一块走了一趟 结果 那原本应该保密之极的消息 不知如何竟被对方的人知晓了 如此一来 我妇女二人在一番追赌之下 只好拼死一战了 若不是韩前辈恰好 她们的一面之词 她还不至于因为对方和自己有一点交情 就想也不想地要胡乱地插手妙音门的事情 文兄既然也是妙音门的人了 那也应该知道 我只是名义上的长老而已 从来不插手门内的任何事情 不过 此时若真像文兄所说的这样 四月道友受了很大的委屈 那我再见子灵道友的话 自会顺便提及一二的 不过子灵道友会不会听 这就不好说了 文强听到韩丽没有一口包揽此事 心里是略有些失望的 但是啊 他也知道 自己和对方交情不深 韩丽能够救下自己妇女 并且做到这样 已经狠念旧情了 于是便感激地连声道谢 并且让文思月上前 也给韩丽再行了一次大礼 但是啊 被韩丽笑着拒绝了 思月道友 不是卓佑氏的弟子吗 你们没向卓佑氏提及此事 韩前辈不知 这次吩咐我来办此事的 就是家师的一位至亲 家师也希望 我能和那人结尾双修道理 但被我拒绝了 这让家师很生气 说完这话 此女一脸的无奈之色 显得凄迷艳丽之际 让韩丽看了也不禁呆了一呆 但随即 她便不敢再多看了 我还愣有要事在身 恐怕不能和你们一路同行了 在下 就先告辞一步了 说完此话 韩丽冲两人一拱手 文强急忙再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韩丽听后啊 微然一笑地化为了青红 便破天而去了 父亲 你可从没告诉我 已经和本门的韩长老是旧时啊 而且听你们的谈话 似乎是在这位前辈 未接丹时就认识了 你能不能说给女儿听听 韩长老对我们这些弟子来说 可是神秘得很啊 为父与这位韩前辈 也只是庶面之缘而已 并没什么深交 而且当初我认识对方时 他的修为跟为父差不多 并没有高多少 因此 在供奉堂内 突然见到此人的画像时 我还真是吓了一大跳啊 此人竟能进入结单期 还成了本门的长老 真是不可思议啊 文强说着说着 脑中便不由地浮现了 和韩丽初时时的情形 一时之间竟有些失神 文思月见此 也默默地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妇女之间一时又安静了下来 只有天上流风吹动衣衫的声音 是哗哗作响 一个月后 某片一望无际的空旷海域附近 忽然变得热闹了起来 隔三差五的就有修士急速地飞向此处 然后惊喜之极地往天空高处飞去 在那里啊 有一座雄伟巨大的宫殿飘浮在空中 闻思不动 此宫殿高约百丈 通体用洁白无瑕的美誉制成 精致华美之极 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宫殿周围则被一层明厚的金色光照包在了旗内 在高约千丈的天上悬挂着 而那些寻来的修士是毫不迟疑地飞向此宫殿 白光一闪后便很轻易地通过光照走进了旗内 这一日 一道青红及时飞来 在到宫殿下方的海面时 漠然停了下来 清光一脸后 便显出一位相貌普通的青年来 正是那暗图寻觅而来的寒历 他有些疑惑地望了望手中的锦帕地图 四处眺望了一下 可是空空眶眶的是什么都没有啊 最后他往下方的海面凝视了好大一会儿 仍然是一无所获 突然他想起了什么事的 猛然抬头一望 他呆呆地望着那身处云霄中 犹如琼楼玉台一样的宫殿 倒吸了一口气 一脸的惊诧之容 随后他并没有贸然地靠近此宫殿 而是在原地沉吟了一会儿 忽然他神色一动 身上清光一闪 人就消失 无影无踪了 片刻之后 一朵赤红的红云急速飞来 在寒历消失地方的不远处停了下来 然后红云一散 一位满头红发的老者便出现在了那儿 手上拿着一块同样的锦帕 他低头瞅了一眼锦帕 冷目打亮了一下四周 就毫不迟疑地往天上望去 不由的是满面喜色 随后呢 那红发老者是想也不想地再次化为红云 向天上飞去了 当老者身上白光一闪 人钻进了金色光照后 韩丽的身形才在附近再显现出来 他眉头紧皱 神色阴晴不定 接下来的七八日 韩丽耐心地隐匿在一旁 他又见到两名结丹修士 飞进了光照进入宫殿 他们同样人手一支锦帕地图 这一日 韩丽自己也飞到了金照前 他单手一番将那地图取了出来 他将灵力缓缓地注入地图内 顿时从地图上发出了白色的灵光 然后韩丽轻轻一迈步 人就如若无物地穿过金色光照 走了进去 韩丽不再迟疑地飞了过去 飞进此殿他才发觉 在宫殿十余丈高的入口处的上方 还有三个陡大的银色古纹 虚天殿 这三个字不但气势惊人 比走勾画之间更是锋芒犀利之急 他只是稍微望久了一会儿 双目镜产生了隐隐作痛的感觉 这让他大吓了一跳 急忙低下头去不敢再看 心里是惊骇之急 瞅了一眼深邃的宫殿入口 韩丽一咬牙小心地走了进去 一进店门后 韩丽便愕然了 因为此刻眼前出现了一条笔直 并且一眼望不到头的狭窄通道 那通道同样是用晶莹剔透的美誉砌成的 这通道让人走进去后 心神是压抑之急 非常的不舒服 韩丽皱了皱眉 想了想后将神石放了出去 但马上脸色就微微一变 他的神石一触碰到四周的墙壁 就被毫不客气地反弹了回来 根本无法渗入半分 更别说探索宫殿的情况了 韩丽目中金光一闪 向一面玉碧宁神细望去 他这才发现 这上面有若有若无的荧光闪动 看来整条通道 都已被大神通知人下了禁止 韩丽伸出手指 在美誉上轻轻抚摸了一会儿 虽然无法辨识禁止的确切种类 但这其中蕴含的灵力却深不可测 韩丽眯着眼睛抬步向前走去 在通道内不慌不忙地 左顾右盼起来 既然此地没有禁止 他倒不用害怕有人潜伏在附近偷袭了 尽可大胆地向前走去 韩丽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功夫 这才晃悠悠地走到了尽头 一个散发着水蓝色光芒的出口 出现在了眼前 韩丽精神略微一阵 加快了几步急忙走过去 结果入目的一切让他眼神一缩 心中是漠然一惊 眼前的蓝芒中 竟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巨大厅堂 此厅堂的面积足有三四百丈之广 雄伟宏大之极 就是同时进去数千人 也不会显得拥挤 更奇特的是 厅堂中是均匀竖立着 数十根粗大的玉柱 这些玉柱不但需要数人才能环抱 而且是精雕细膜 每一根上都刻有各种真琴异兽 一个个栩栩如生 灵气十足 而就在那部分柱子的顶端 则或站或坐着 数十名衣着各异的修士 这些修士除了个别几人外 全都一人独占一根柱子 并且谁也没有大声说话 全都在各行其事 韩丽的到来 只引得一小部分修士懒洋洋的注意 但其中有几人则露出了惊讶之色 韩丽的脸上啊 则显出一丝苦笑 因为这几个人他同样也认识 别人不说吧 才分手没多久的玄谷上人 他可是一眼就看见了 那玄谷上人正孤零零地盘坐在 厅堂内的一角 正冷冰冰地望着他 眼中有些掩不住的意外之色 而在另外一根玉柱上 站立着的男女二人 那其中眉清目秀的女修士 竟是妙阴门的紫灵仙子 而其旁边则有一位神态从容 风神飘逸的青山男子 此男子见紫灵仙子的神情有些古怪 不仅顺着他的目光上下打亮了韩丽几眼 见韩丽是一副年纪轻轻的模样 不仅目中寒光一闪 朝紫灵仙子问了一句什么话语 结果紫灵仙子敏嘴轻盈的一笑 和此男子低语了几句 似乎在向其说明韩丽的身份 韩丽皱了皱眉 目光却向另一处冷然抽去 因为从此处而来的眼神 是明显带了一些不善之意 韩丽一正 随后就认出了对方 麻烦来了 他竟是那六连殿的苗长老 当初因为英里受益时 他和那姓谷的长老 想要杀人灭口 却没想到 被我借着对方元气大伤 和阵法禁止的奇笑 反将对方灭掉了 此事过了这么多年 这位苗长老竟然还记得我 看来 他和那被击杀的谷长老 感情真的够深啊 韩丽虽然心里嘀咕了几句 但如今呢 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呢 他又略微查看了一下其他的修士 剩下的就没有他认识的人了 于是啊 他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穿过蓝芒走进了大厅之内 并且随意找了一根无人的玉柱 飞上顶端 有样学样的盘膝坐下 然后他才正式打量起 那些不认识的修士 因为神识在厅堂内同样受到了禁止 所以我也看不出其他修士的修为如何 但恐怕大部分都是结单期以上的修士 一手悠哉的倒背在身后 另一只手则捧着一卷破旧的竹简 津津有味地看个不停 并且不时地摇头晃脑击下 颇有几分疏呆子的样子 另一人呢 则是一位结衣无尘的中年美妇 此夫人容颜秀丽 但是浑身散发着冰刺入骨的寒气 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其他修士中 虽然也同样有气定神贤冷漠之极者 但是和这两人一比 那份从容就显得有些虚假了 这里的大部分修士 妄想这二人的眼神中 都不由得带出一丝敬畏之色 看来这二位一定是圆英纪的高人了 除了这二人外 其他修士中肯定也有一些特殊的家伙 一样小瞧不得 韩丽心里是嘀咕个不停啊 一番算计后 他心里是越发地谨慎了 并且不时地暗自和解 这些人聚到这里的真实目的 这些人总不会是为了开什么无聊的修士大会吧 毕竟无论是那锦帕残徒 还是这空中漂浮的徐天殿 都表现得如此神秘 甚至连圆英纪的修士都被吸引来了 这说明此地 肯定会有了不得的事情要发生 但可惜的是 我对此一无所知 否则倒可以暗自计划一下后面的行动 省得到时候有什么危险和突发事情发生 而是身处不利的境地 眼下我也只有见机行事了 汉立正暗响之际 耳边忽然传来了玄谷上人的悠悠传音 小子 没想到你也有徐天残徒 这次取宝 我们合作一把怎样 取宝 这次总算是来对了 不知前辈打算怎么合作 可以先说来听听 玄谷上人画作的少年 一听韩丽没有一口拒绝的意思 不经今生一阵 正想再传音细细商谈时 听堂的入口处又传来了脚步声 接着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近了两人来 韩丽和玄谷上人一看清楚这二人 竟同时是神色大变 因为这两人中的一位 竟是那极阴岛的少岛主 吴丑 另外一位虽然韩丽陌生得很 是一位面容苍白两眼细长的中年修士 但是他心里却阴隐地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不禁又有些后悔来此了 这时 中年修士带着乌丑进入了大厅 私下里冷眼一扫 随后 其目光在一位面色焦黄的修士脸上停顿了下来 接着就冷笑了几声 黄脸修士是面色如土啊 身形有些微微颤抖起来 但随后 他又想起了什么 身子马上一挺 竟又站直了起来 哼 好 很好 中年人目中寒光一闪 就不再理睬地向韩丽瞅来了 这人的目光刚一落到韩丽身上 韩丽顿时就犹如被毒蛇盯上一样 不由他寒毛倒数 虽然看起来神色不变 但是实际上心里却大为的忐忑不安 但马上 韩丽就恶然了起来 因为中年人一看清他的面容后 脸上竟露出了一丝掩不住的惊喜之色 虽然很快他就恢复了正常 但是韩丽却早已是瞧得分明 这下韩丽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心中是一律更生啊 这一幕被那玄谷上人看清楚后 同样是一愣 随后他眼珠子转动了几下 便低头沉思了起来 此时 中年人也望见了老年如生和那中年美妇 微微一震后 就把目中的韩芒一收 面带春风的宠着二人一抱全道 没想到南鹤岛的清兄和白碧山的温夫人也到了 吴某这是失敬啊 有什么失敬的 清某可不比吴兄的吉音道家大业大 也只是来这里碰下运气而已 毕竟这是三百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而且我听说 蛮胡子这次 好像也得到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途 恐怕不久之后也会到此的 到那时 我们几个老不死的 倒可以真的再聚上一聚了 满胡子也要来 是啊 听说他因为兽缘快到了 这次想去虚天殿内找些兽缘果 来练制几颗长生丹 希望能多活个五六十年 而那冷若冰霜的美妇则头也没抬的 继继继续擦拭着手中的宝剑 根本不理睬这二人的言谈 还九十五级 汉莉听了他们的交谈后 情不自禁地深吸了一口凉气 这中年人 果然就是那附身过乌仇身上的 基因祖师 听他们的言语 还会有一位 元英企高人要来的样子 而且 在虚天殿内 竟有能延长人寿缘的灵药 真是不可思议 难怪连元英企的高人 都跑来了 韩丽一边思量着 刚刚得知的信息 一边暗想着 自己是不是真要 躺这次的浑水 而且 那基因祖师刚才的表情 实在是让他心中发寒呢 也不知这基因祖师 究竟打得什么鬼主意 也许我立刻退出 才是明智之举 不过 听这几个老怪物说 这里是三百年 才能进一次的 若是就此退却了 我很可能 就再也没这个机缘了 正当韩丽 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耳边 却传来了 玄骨上人的话语 小子 你身上是有什么基因 势在必得的东西吗 否则 他怎会对你露出这种表情来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小子你恐怕要倒大霉了 若是这位基因导主 知道阁下就在这里的话 想必会更高兴 我想他多半会和前辈好好续一下师徒情分的 你敢威胁我 不敢 以前辈的身份和手段 在下怎敢如此 不过 前辈还是不要幸灾乐祸的 否则 晚辈在心灵不保的情况下 说不定会说出什么失言的话 将前辈牵扯出来 玄骨上人是半天没有作声啊 就在韩丽以为对方恼羞成怒 已是不会再打搅自己的时候 耳边忽然又传来了一句冷冰冰的话语 但是话里的内容让他先是一愣 随即又惊喜起来 你想不想结成原因 前辈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话很简单 我知道一种让你迎接 原因机会倍增的东西 此物就在这虚天殿内 你若肯和我联手 趁此机会除掉基因这个逆途 我就给你指明此物的所在 并将得手的方法一一告诉你 这个条件怎样 要知道 若不是我修炼的乃是妖鬼之道 根本用不上死 这东西我是说什么也不会让与你的 而即使你不肯和我联手 基因看样子也会主动找上你的 到时候 韩丽听了之后 没有马上同意或者拒绝 而是坐在那里默然起来 脸上眉头紧皱 满是沉吟之色 玄谷商人呢 也同样是从容至极 不急不躁的样子 只要是结单期的修仙者 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如此大的诱惑 我只要静等她的答复就可以了 这是啊 那基因祖师和乌丑飞到了老年儒生旁的一根空柱子上 和那儒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并且不时地宠的温姓美妇也说上那么一两句 可是那妇人在擦拭完宝剑后就将长剑一收 闭目养神起来 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皮肤是不想理睬的模样 那基因祖师受到如此冷落 却没有动怒和露出尴尬之色 仍是满脸是笑地言谈着 显然是成父极深 韩丽眼光微微一瞥地将这一切看入了眼内 对那基因祖师是越发地忌惮起来 此人不仅修为高深 心机看起来更是远超常人 若非如此 当年玄谷老魔又怎会栽在他手上 被其害得转秀鬼妖之道了 连轮回之路都彻底堵死了 让玄谷恨不得将其错骨扬灰 不过 不管玄谷老魔和基因之间的恩怨 如今我被此人给盯上 这可大事不妙了 真要正面为敌 我能成功溜掉的可能性 还是低得可怜 毕竟 结诞初期和元英纪的修为 实在差得太远了 即使我的法宝和石金冲再厉害 估计 也只有被人家击杀的份 思量了一会儿后 韩丽终于传声向玄谷问了一句 稍微给我介绍一二你说的东西 我总不能听你信口一说 就马上对上一位元英纪的修士吧 这当然 只要你愿意和我联手 就是不问此事 我也会透露一二人 韩丽听了这话 那样东西叫九曲灵身 乃是天地灵气所化者 虽然本体只是一种灵草 但其灵性十足 从诞生之日起 就会幻化成各种动物或昆虫 能够自行活动 还非常擅长钻土入木 许多年前 我就在这虚天殿中看到过此物 只是当时修为过地 又实在没有合适的法器捕捉 只好作罢 而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又以元英修成 自然不会花费力气在这上 现如今 只好便宜你了 九曲灵身 此物 我可是久闻大名了 这可是传闻中的仙草啊 难道这虚天殿还存有此物不成 不过 在这些古修士遗迹中 发现一两株这样的仙草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九曲原身 对宁洁原英大有用处 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那些书上 对此物的具体用途 可都说得狠狠狐狐 丝毫没有提及此用途 这老魔 不会为了骗我联手 故意拿谎话蒙我吧 放心 等会儿闯关的时候 在第二关的地方 我就会先协助你抓住此物 然后等到解决掉那密图后 我会再给你一张灵药秘方 到时你只要按照配方上的步骤 一一去做就可以充分利用此物 让你凝结原英的几率提升不少 不过此次来徐天殿 我也有样东西是势在必得的 到时候你也主动出手相助一样 这样一来 我的把握才能更大善一些 玄谷主动解除了韩丽的猜疑 随后呢 又提了一个不轻不重的条件 打消了韩丽的大部分疑心 好吧 若你真有把握击毙基因的话 我触手协助下也未尝不可 只是这个盟约实在脆弱得很 能支持到何时实在难说呀 估计那基因总是被灭之时 也就是我们关系破裂之时 听玄谷老魔的口气 这个徐天殿 他竟来了不止一次了 有这样一位老马仕途的盟友在 总算也比刚才两眼一抹黑的情况好多了 我最起码可以从对方口中 知道一些徐天殿的基本情况 在对付基因组前对方还是可信的 就这样 韩丽和对方定下了一个口头上的协议后 就旁敲侧击地开始从对方口中探听这 虚天殿的大概情况 和玄谷老魔偷偷地谈论了大半天后 韩丽的脸色变得不太好看起来 看来机会和危险总是并存的 此次的徐天殿之行还真是危险重重 韩丽随后真的将心神沉浸了下去 开始炼器大作了 在这个大厅内 韩丽早已试过 除了一些漂浮树之类的小法术外 只要一动用一定数量以上的法力 立刻就会法力外泄 无法施术成功 甚至就连体内的法宝 也是如同死物一样的 全都无法寄出了 这里的禁止 还真够奇妙无比的 随后 厅堂内的修士在后面的五六日内 是越来越多 竟渐渐达到了百余人 但是又过了几日 找来此处的修仙者 渐渐地稀少了起来 那吉音祖师和儒生老者 却是神情凝重 他们不仅不再交谈 反而不时地向入口处寻觅着 仿佛在等什么人一样 难道是那位蛮胡子 韩丽自然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心中有些好奇 同样留神起来 到了下午时分 厅堂入口处终于响起了脚步声 接着蓝芒闪烁几下 从外面一前一后地走近两人来 一位是鹤发童颜 面目红润的老道 另一位则是老农打扮 满脸苦涩的黑瘦老者 一见这两人 厅堂内的众修士是一阵的骚动 大部分人都露出了敬畏的目光 望向这二人 可是那吉音祖师和儒庄老者 望向他们的眼神却是极为不善 特别是吉音祖师 神情是骤然阴历起来 而新来的这两位高人 一看到吉音祖师等人 也同样露出了敌视的目光 吉音老魔 你们来得倒是够早的 看来你们魔道中人 对此次的虚天殿之行 已是势在必得了 天物子 不是本祖师来得早 而是你们这些伪君子 来得太晚了 亏我还以为 二位手中有残途的消息是假的 没想到最终还是寻来了 不过这也好 正好让本祖师 度化了你们 吉音 你要度化谁 要不连本人也一块度化了吧 未等的老道开口反击 听堂外竟然又传来了一声浑厚的声音 吉音和如庄老者一听此声 脸色是骤然大变 而那原本不作声的美妇 却是猛然一抬头 万天鸣 万天鸣 你也来了 温夫人都来了 本人到此 又有何奇怪的 随着此声 万民人影一晃 走进了一位紫袍玉带的中年人 这人方脸浓眉 一张口两排白牙式闪闪发光 他漫不经心的邪丑了一眼的美妇 接着就望向了吉音祖师 给人一种气势滔天的感觉 吉音祖师被对方如此不客气地望着 却是面色阴沉嘴唇紧闭 漠然不语 这倒让韩丽大吃一惊 不禁仔细大量起这人来 竟然连吉音这位元英初级的修士 都对其畏惧三分 难道此人是元英中级的修士不成 韩丽如今已经看了出来 这三人应是乱星海正道中的修士 和吉音祖师等魔道中人 正好是对头啊 第二百九十六集 厅堂内其他修士的骚动 在这中年人进来的时候 居然马上静了下来 只能隐隐地听到有人轻声 说着什么万法门门主之类的话语 显然这位中年人的名头 似乎犹在前两人之上啊 万天明 本夫人坐下的士剑婢女 是被你门下的一位弟子打伤的吧 谈不上什么打伤 只不过我门下弟子 见你剑臂的修为不错 想稍微切磋一二而已 难道夫人为了这点小事 就想向万某兴师问罪不成 什么切磋 我那位剑臂 只是助击初期的修为 你那弟子分明是势强凌弱 是否存心欺辱我门下 欺辱夫人的门下 我怎么敢呢 看在尊负六道的面上 我回头让那位弟子 给夫人赴经请罪就是了 我的事和六道有什么关系 你若不情愿的话 我倒想用鸾凤剑决 向万宗主也切磋一二 和夫人切磋 这还是算了吧 六道若是知道 我欺负了他夫人 那还不马上找我拼命 我可还不想挑起 正魔双方的大战呢 那美副听了这话 脸上是一阵泛红 最终瞪了对方一眼后 还是就此作罢了 不过 美副放过了中年人 可这中年人 却不想放过那基因祖师 就在他冲着基因祖师 冷笑一声 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 一阵轰隆隆的震动声 从通道外传来 连整座厅堂 都微微颤抖起来 这下 除了这些原因老怪外 所有修士都吃惊地 望向了外面 基因祖师和儒装老者 互相望了一眼 脸上隐隐带了一丝喜色 只是那基因祖师的喜色 似乎还有些苦笑 而万天明 则眼中寒光一闪 如刀一样的杀器 是一闪机构 随着一下下的震动之声 越来越大 只见听堂口处 出现了一个 高大异常的身影 一位黄须卷曲 身穿蓝袍的怪人 忽然走了进来 但其没走一步 整个厅堂就马上晃动一下 仿佛此人竟是重鱼万斤一样 让人实在是害人 这位怪人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庞若无人地打量了一下厅内之人 最后 他的目光在万天明的身上停了下来 并且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没想到万大门主竟会来此 看来本人这次还真是来对了 满某可是一直想和万门主较量一二的 这次总算能如愿了 在下也久仰蛮凶 那号称乱星海防御第一的魔功 托天绝 稍后少不了 要讨教一二的 好说 好说 万门主的天罗真功 在下也是久仰得很啊 那怪人大嘴一脸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跃跃欲试之意 但可惜啊 这位万门主 似乎现在不想起什么事的 他低声和身旁几人 低语了几句后 就三人一同飞到了某个玉柱之上 随后 由老道和那玉柱上的修士 面带微笑地说了几句什么 那位结单妻的老者 当即是受宠若惊地 自动让出了柱子 领召他出了 那怪人见此啊 脸上露出了一丝讥笑 抬手在附近望了望后 忽然身形一晃地 向一根玉柱飞去 而他飞向的那根玉柱马 凑巧得很 正是韩丽所带的那一根 哎呦 韩丽一剑不禁脸色一变 滚 这个地方 本人要了 韩丽的神色骤然变得难看起来 袖中的双手也不禁用力地握在了一起 但是稍微默然了一下后 他还是强忍住想出手的念头 一声不响地跳下玉柱 随后那柱子上啊 便传来了怪人的狂笑之声 哈哈哈哈 韩丽顿时是脸罩寒霜啊 对他来说 虽然屈辱至极 但是也只能暂时忍让一下了 这些厅堂内的禁止 虽然可以限制修士们的大打出手 但我实在不清楚 这些禁止对这些原英旗修士的影响 是否和我们一样的大 我可不想因一时意气用事 就把自己的小命弄丢了 满兄这次来得如此晚 清某还以为满兄是改变了卓裔 这次不打算来了 不来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还指望虚天殿之内的东西 来炼制长生丹呢 只不过 在路上有事耽搁了一下 倒是这次 万天明会来此处 我还真是吃惊不晓 难道 他也知道寿元国到了成熟期 也想要采摘一些 这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 虚天殿内除了此物外 还有许多珍贵异常的东西 谁知对方这次 是冲哪样东西来的 这万天明 可是正道中数一数二的领军人物 他会不会 是想打那虚天鼎的主意 虚天鼎 不可能吧 此物要是有这么容易到手 早就被以前的高人给取走了 哪儿还能轮到他们 这可不一定 我听闻万法门的弟子前些年 到处寻找金丝残 只是后来忽然又没了消息 也不知是不是已经寻到了 若是有此七重相助的话 可能这位万大门主 真的会打虚天鼎的主意 这时 正道的三明 元英奇修士 也正在柱子上盘膝而坐 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谈话 何止是万天明 可能会有金丝残 听说吉音你也在离火岛上 得到了两条异种活芒 恐怕这次前来 你的野心也大得很吧 那蛮胡子 似乎对吉音祖师偷偷摸摸的举动 颇有些不屑一顾 吉音祖师听了这话 神色骤然变了几遍 但是随即脸上就恢复了长色 心里却一再大骂不已 肯定是我的几个心腹 有人泄露了风声 落入了对方的耳中 这次蛮胡子来自徐天殿 恐怕取寿元果是顺路 想要监视我的举动 才是真的吧 让蛮兄见笑了 乌某这次前来 的确是带了两条异种活芒 不过他们的道行还浅得很 成功的希望实在有些渺茫 这还需要满兄和清兄 相助了 帮你 我们有什么好处 按照虚天殿主人 所遗留的信息来看 那虚天殿内 除了最重要的古天丹外 还有数件古修士遗留的 顶级蛮黄古堡 威力绝对小不了 我除了要须天顶 和一粒古天丹外 其余的东西 都给几位平分如何 那如生老者 目中贪婪之色一闪 但心中略意思量 又瞅向了蛮胡子一眼 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要看满兄的意思 毕竟若没有满兄 牵制住那万天明 我是不会冒着风险的 基因祖师一听这话 脸上并没有露出意外之色 他心知 这号称轻易居士的如装老者 实在是个老滑头 若不拉上蛮胡子 他是绝不肯答应 这没有把握的事情的 不知满兄对在下的提议 有何看法 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 毕竟那补天丹的价值 不用我说 满兄也应该很清楚吧 能弥补五星灵根的东西 我想修仙界除此处之外 也别无他家了 说不定满兄服用后 很容易就会功力大进 在此突破兽元的限制呢 凭两条火蟒 就想打那徐天丁的主意 我看你们是头脑发昏了吧 当年不知道有多少元英奇修士 进入了内殿 全都杀鱼而归 你们觉得冒此期限有希望成功吗 要知道内殿的危险程度 和外殿截然不同 即使我们修成了元英的修士进去了 也有可能不会全身而退的 历次徐天殿的开启 元英奇修士泯灭在内殿的 可不是一个两个 这个就不用满兄担心了 我只想问一下 如果万天明一会儿真的要打徐天丁的主意 满兄当真不想进去看看 那满胡子面上的冷笑之色 在基因祖师此话问出后 渐渐地收敛了起来 哼 若万天明真的甘冒齐险 进入内殿区 不用你说 我自然也会一同跟去的 毕竟徐天鼎 即使我们魔道无法得到 也不能让正道之人拥有 要满兄这话就行了 只要到时候满兄肯出手 我先前的提议 自然也会算满兄一番的 当然 渐夫人若是也愿助一臂之力 乌某就更欢迎了 我这次是来摘些灵药回去的 内殿太危险了 我是不会去的 基因祖师脸上的失望之色是一闪而过 要知道 这渐夫人虽然只是元英初期的修为 但其夫君六道即胜 那可是魔道守屈一指的大莫小 连蛮胡子在其面前都自愧不如的 没能将他绑到一块去 实在是有些遗憾了 不过毕竟我们这边三人对上正道主人 已经不落下风了 我自是没必要再惹着温夫人的不快 魔道众人商量期间 那边的万天明等人却是一直老实地默然不语闭目养神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胸有成竹 早已有了对策 韩丽在角落里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只有这些猿鹰级的老怪物们自己纠缠不清 我曾在其中浑水摸鱼的较安全性 若那基因老祖能因此无法估计我 这才更妙 第二百九十七集 韩丽正暗想着 怎样才能将水搅得更浑一些时 厅堂外人影一闪 走进了两名白衣老者 这二人是须发如银 衣襟飘飘 如同神仙中人一样 厅堂内的众修士一见这二人进来 目光是刷的一下 全都盯在了他们身上 随即都面露了然和恭敬之色 更有一部分修士一直提着的心 总算是暗松了一口气 而那正魔两道的老怪一见他们 却露出了复杂的神情 既有羡慕 也有些厌恶和无奈 两人中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衣老者 一见众人都望向了他们 微然一笑道 这次的虚天殿之行 我们两位圣主因为正在闭关 所以无法来主持此次的寻报 因而 有我等两位执法长老代表新宫来监督此次的盛事 这次寻报的规矩 还是和历界一样 凡是在寻报中随意势强凌弱 或者想杀人夺宝者 都将被我二人出手制止 并且还会被我们新宫追击绞杀 不过我们新宫的这种监督 只限于虚天殿的外殿 我等不会进入内殿 更不会插手内殿的任何事情 所以 诸位要是觉得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止步于内殿之外吧 另外 我们二人也不会因为虚天殿本身的危险 而出手相助各位同道的 就是有道友在面前遇难 马上殒灭 我二人也不会出手 大家都应懂得了吧 这位白衣老者说完这话 立刻双目如垫的 朝亭堂内的众修士扫视了一遍 其他人见其目光过来 便纷纷低头退避 唯有那万天明和蛮胡子 见他望过来时 是毫不退让地 直接对视了一眼 这让这位白衣老者先是一正 接着便皱了下眉头 怎么这两个怪物也来了 如此一来 可就有些棘手了 他身侧另一位的冷脸老者 同样神色一动 但是他冷笑一声后 也就恢复了冰冷的面孔 随后啊 这两位新宫来的执法长老 就在厅堂口处 一左一右盘膝坐下 不再理会厅堂内 因刚才的话语 而引起的任何骚动 其他结单修士 则脸上是或喜或愁 神情各异 韩丽见此情形 不禁暗暗称奇 不知星宫之人这番处理不讨好的做法 到底是何用意 难道仅是为了树立星宫在乱星海的权威吗 小子 你小心一点 星宫的人可不是擅长 据我所知 凡是魔道之人势大时 星宫便会打压魔道 正道之人强大时 就会打压正道 根本不给两者壮大的机会 而且每次须天殿之行中 都会或多或少的 有些正魔双方的修士 死得莫名其妙 说不定 就是星宫之人暗下的毒手 你虽然不属于正魔双方的任何一边 但还是好自为之吧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帮手 可不想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 韩丽几乎不用思量就可以肯定 这玄谷上人所说的事情 十有八九是真的 星宫可以一离乱星海 这么多年而不倒 肯定是使用了一些手段 他们平白无故跑来这里做什么监督的 多半是有自己的图帽 这样想吧 韩丽木中便寒光一闪 虽然没有回复玄谷商人什么 但心里却对这两位白衣长老 立刻提高了警惕 但是接下来的时间 这两位白衣长老是始终坐在原地 动也不动 彻底进入了炼气之中 不再睁开双眼 于是啊 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 时间又过去了三天 到了第四日的早上 却是一变咒气 只听一阵阵轰鸣声响起 厅堂口没有丝毫征兆地落下了一道白玉石门 一下将整座大厅给封死了 此门上白蒙蒙的一片 显然是没有什么厉害的禁制 并且远处的宫殿大门处 也隐隐传来了一声巨响 似乎同样被什么给封闭住了 这下厅内的一些人不禁露出了一丝惊慌之色 但随后发现那些原因期的修士人人神色平静 这才放下了心来 而这时 星宫的两名白衣长老则不慌不忙地睁开了双目 站了起来 顿时其他修士的目光 也盯在了这二人的身上 只见那两人平静地向大厅前端走去 但未等二人走到地方 在大厅最尽头的地上 便出现一阵轻微的晃动 随后地面上的几块石板 也发出了耀眼的白蒙 接着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 一座丈许大小的传送阵 就出现在了那里 大厅内这么多的修士 竟没有人看出死传送阵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 这让许多自命不凡的修士都不禁惊讶万分 而那两位白衣长老却是波澜不惊地走到了传送阵前 以攻身仔细地检查起来 半赏之后 两人才互望一眼 点了点头道 好了 这个传送阵没有问题 从这里过去就是虚天殿的外殿了 你们全都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话 两位白衣老者便是一前一后地踏上了传送阵 结果 两道白光闪烁后 两人的身影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下厅内的其他修士都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但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万天明便带着老道和那黑兽老者 毫不迟疑地同样走到了传送阵中 被传送了出去 这下子众修士才反应过来 有离得较劲的就急忙走了过去 顿时啊 那传送阵处是白光闪动不停 眨眼间 厅内的修士就少了一小半 而那玄谷上人竟也混在其中 先走了一步 韩丽眼中啊 是一光闪动 忍不住妄想的那吉阴老祖等人 谁知道 那吉阴老祖竟也是大有深意的丑相的 这让韩丽吓了一大跳 急忙将目光撇开 心中更加不安起来 看来这吉阴老祖似乎是真的不会放过我 韩丽心里郁闷之余 干脆也站起来向前面走去了 吉阴祖师见韩丽这番举动 嘴角处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冷笑 老祖 你好像对那小子很在意啊 他有什么不对劲吗 没什么 只是这个人对我有大用处 我必须要借助一二 吉阴祖师似乎不想告诉乌丑相关的事情 这让一直很受吉阴宠爱的乌丑 心中也有些疑惑 我们是不是也该出发了 现在天内可没几人了 当然了 再不走的话 那传颂阵可就要消失了 再次出现 那就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 说完这话 吉阴祖师当即一拉无丑 化为了一团乌云轻轻飘下 那轻易居士和蛮胡子见此 也悠哉地飞下了云柱 而那美妇则早一步地先走掉了 看来此女士存心不想和吉阴他们 搅和到一起了 韩丽在一阵头晕目眩后 就出现在了一片荒凉之极的小土坡上 她往四周望了一下 不禁恶然起来 因为在离她不远处就只有两男一女 其他的修士则是踪迹全无 那两男一女中的女修一见韩丽 顿时是面露惊喜之色 竟是那位紫灵仙子 她毫不迟疑地向韩丽笑 隐隐隐地走来了 而原本和她在一起的南修则不知被传送到了哪里 这让韩丽不由地苦笑起来 有一种麻烦又要上身的糟糕感觉 至于另外两人呢 则是一位灰衣老者和一位黑袍罩体的蒙面人 那老者倒还罢了 那黑袍人身上却墨绿色的雾气缠绕周身 一看就是修炼魔功的魔道修士 这二人各站一处 看起来并不怎么对路啊 那紫灵仙子现在一向韩丽走过来 自然引起了这两人的注意 不禁同样地打量起了韩丽 老者的目光倒合计得很 海善意地冲韩丽笑了笑 那黑袍人则目光冰寒 不带丝毫的情感 韩丽神色如常地回望了二人一眼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来 没想到和韩前辈传送到一起了 看来还要麻烦韩长老照顾一二了 否则这头一关 小女子就是过不去的 子灵姑娘修为大进 进入了筑基后期 这是可喜可贺之事 不过你怎回来此地 这实在太冒险了点 毕竟杰丹旗修饰 在这徐天殿中 都不一定能自保的 小女子也是不想来此的 可是道友也看出来了吧 在下现在正处于贾丹旗 马上就要尝试杰丹了 可是我的资质不算好 手中能够凑齐地辅助丹药 又实在少得可怜 这不只好花高价 从他人手中购得一块 虚天残土 来此碰碰运气了 毕竟我听人说 这虚天殿的灵药极多 说不定老天开眼 能让我碰上几种 对结端大有用处的灵药呢 而且我早已打定了主意 只是闯着第一关就作罢了 不会试图去闯第二关的 子灵仙子的神色暗淡了下来 梅雨间满是消沉之意 韩丽听了暗叹一声 默然了下来 当初要不是我修炼了三转冲员弓和大眼爵 并有众多的灵药强行提升结单几率 恐怕我比眼前的子灵仙子 会更加地结单无望 那天雷珠不管怎么说 都是出自此女之手 并且妙阴门每年 都还会给我送来一定的灵石 虽然数量不多 但总算也是欠了对方一份人情 不如趁此机会就还了吧 既然能和子灵姑娘在一起了 在下自会稍加照料的 不过若是真遇到了韩某 也自身难保的情况 子灵姑娘还要自求脱身之策的好 多谢韩长老 这一点子灵心中自然有数 绝不会拖韩长老后腿的 第298集 那子灵仙子一见韩丽答应了下来 不仅娇容顿放 竟一时荣光逼人 让韩丽看了不禁一呆 最后啊 韩丽自觉失态地转过头去 脸上微热 不敢再多看了 此女不是长得风华绝代 但是刚才一笑之下 竟也是千娇百媚 风情万种 这让韩丽大为意外 若不是体内的大眼绝功法 并没有什么反应 我几乎就要以为 她使用了什么高明的美功 这样一来 那我刚才的失态 可就有些古怪了 韩丽心里暗暗嘀咕了几下 不禁又回头望了那子灵仙子一眼 此时 对方却也恢复了 小家碧玉的模样 刚才那种射人心魂的惊艳之色 消失得乌影无踪了 韩丽正暗自疑惑之际 那边的婚姨老者却向他走了过来 在下天台岛蛤丽 不知两位道友如何称呼啊 在下韩丽 这位是妙阴门的子灵仙子 哦 妙阴门子灵仙子的大名 老朽久闻了 没想到今日竟能得见真容 真是三生有幸啊 显然 子灵仙子的容颜和传闻中的 弱大雁鸣是有些名不符实了 让老者有些意外 子灵仙子啊 当然也听出了对方的客套之意 只是敏嘴一笑 什么也没说 不过那老者也不是平常之人 转眼就恢复了长色 我等几人竟然被传送到了一块 也算是大有缘分的 不如我等何力 一起通过此关如何 毕竟眼前的鬼云之地并不好过 听说不少杰丹的修士 再过此关时都被众鬼吞噬 落了个尸骨全无啊 韩丹听对方说到那鬼云之地时 目光则向远处打量了一下 只见在他们这个小土坡十几帐外 全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到处飘荡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灰白雾气 并有阵阵阴风在雾中是吹来吹去 伴有鬼哭 煎鸣之声隐隐传来 让人听了 不觉心中发寒 而这些鬼物 在土坡附近 被一层若有若无的白光挡在了外面 无法再寸进分毫 否则韩丽等人根本就无暇在这里 安心商谈对策 早就会被一些孤魂野鬼缠上来 看到这里 韩丽不禁抬手望了望上面 上面同样是雾气腾腾 看不清任何东西 实在不太像在大殿之内 若是说身处荒郊野外 韩丽倒还有几分相信呢 我也听说了 这第一道关卡的鬼渊之地 原是不难过的 但自从陷落鬼物中的修士 越来越多之后 就变得危险起来 因为那些失陷的修士怨气极重 生死之后 化身为了一个个法力不弱的历魄 对我们这些闯电修士 极恨之极 一旦遇到了 绝对是不死不休的 近几次虚天殿开启后 有更多的修士 就在此关陨落了 而且听说 上次虚天殿开启时 有一对修士 在这鬼渊之地中 竟见到了神志大开的鬼王 结果整队人都泯灭了 只有一人逃脱生天 鬼王 虽然我不太清楚 鬼屋们的修为划分 但也知道鬼王等级的厉鬼 几乎是相当于结单后期的修士 听了老者的话后则笑了起来 他没有直接答复对方 而是向另一边的黑袍人看了一眼 葛道友有没有问过那位兄台是否也愿意一起合作 葛丽一见韩丽提到那黑袍人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别提那魔道之人了 刚才一传送过来 我就好心地对他提了联手之事 谁知道这人冷冰冰地竟叫我滚 若不是老朽的脾气还算好 绝不能就这样算了 韩丽听了此言是神色如常 倒对这黑袍人产生了一丝兴趣 不知这位道友有没有兴趣一起同舟共计 毕竟我们几位结单修士联手的话 就是真碰到了鬼王类的妖物 也未尝没有一拼之力的 韩丽声音不大 但清晰异常 真真切切地传进了对方的耳中 可是这人听了此话后 只是冷冷地向他们这里看了一眼 接着就无动于衷地转过头去 根本不理会韩丽的建议 韩道友 我说得没错吧 这人根本不知好歹 还是我三人同行吧 韩丽轻轻一笑 还未等他说些什么 那一旁的子灵仙子啊 却突然神色微变 韩丽一仗 顺着其目光望去 只见那黑袍人 正迈步向鬼物走去 竟一副要独自闯关的样子 韩丽等三人恶然了起来 这人真是自寻死路 单独一人就敢闯鬼物 我看他十有八九 是过不了此关的 韩丽没有理会老者的冷嘲热讽 而是半眯起了眼睛 名神望着黑袍人的一举一动 我可不认为对方这么做是自找死路 反而像是另有什么特殊手段 对一人过关信心十足吧 黑袍人走到鬼物和白光交界的地方 宽松的袍袖一抬 袖口中一道绿光射出 在其身前落下 竟是一只貌似猴子的小巧灵兽 这小猴身高不过持续 一身碧绿的毛发隐隐发光 最奇特的是 他的鼻子高高隆起 奇大无比 几乎占了面目的二分之一海洞 看起来实在是有些妖异 韩丽看了呀 心里只是有些诧异 但是一侧的老者见了 却是脸色大变地叫出了声来 这是 蹄魂 大竟然有此灵兽 怪不得如此地自大呢 而子灵仙子见了这小猴 同样是满脸震惊之色 蹄魂 这是什么奇兽 我怎么没听说过 蹄魂兽并不是天地自生的灵兽 而是魔道一隐秘门派 激炼出来的一种 介于灵兽和妖魂之间的一种奇特生灵 此东西虽然平常没有什么大用处 但天生能吸魂淡鬼 无论是多厉害的妖鬼和厉魄 一碰见此兽 只要被他用鼻子轻轻一吸 就会被其吸进腹中 不出一时三刻 就会被炼化为了乌有 实在厉害一场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此兽的祭炼之法 只有那隐秘宗派才拥有 并且过程实在血腥异常难以成功 是一件游伤添河的邪法 传闻中 只要此兽一线是 那必是修仙界大乱的时候 此兽一线 此兽一线 修仙界大乱 即使此兽不出现 乱星海该乱的时候还是会乱的 你们还真以为是此兽带来的灾祸不成 虽然韩丽修的是成仙之道 但是对什么天命之说 却是一点都不信 对他来说呀 修炼成仙 只是他追求永生的一种手段而已 就算真有什么仙人出现在面前 他虽然会马上敬畏一场 但是让他拜服为命侍从 估计也无法真心做到 紫灵仙子和葛丽 对韩丽如此赤裸的言语 一正之后 略显了些尴尬之色 其实啊 又何止韩丽一人这样想 大部分的修士 也都只是将提魂之事 当作一个传说看待而已 只是一般情况下 谁也不会像韩丽说的 这般直接罢了 毕竟 有关天命和天道的话题 他们还是心存忌讳的 这个时候 那黑袍人已经带着提魂 深入到了鬼物之中 彻底不见了踪迹 我们也走吧 既然有人愿意帮我们先扫开了一条路 我们自然是确之不公了 韩道友的意思是 韩丽听了老者此言 有些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什么 却带头向那黑袍人消失的方向走去了 紫灵仙子啊 自然是毫不迟疑地紧跟过去 葛丽一见此景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也只好脸上一红地跟了上来 那灰白鬼物一见有生人走过来 竟如同有生命一般地沸腾起来 并且翻滚着扑向了三人 若是普通的凡人 被这些灰白物器一缠身的话 立刻就会惊血尽息变成枯尸而亡 魂魄则成了这鬼物的一部分 从此陷入鬼道 再也无法脱身 但是啊 韩丽三人可是修仙者 自然不会惧怕这区区的鬼物了 只见三人身上光芒闪烁 各有自己的防护之道 葛丽一抬手 放出了一把淡红色小伞 在头上障许高处徐徐转动着 只见一道红蒙蒙的光柱 将老者照在其中 那鬼物一触碰这些光柱 顿时是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随后冒出一股股诡异清烟 并隐隐发出了鬼哭狼嚎之声 其他的鬼物见了呀 也就只敢在红光外张牙舞爪 却不敢再扑上去了 子灵仙子呢 则释放出了四颗拳头大小的圆珠法器 在周身盘旋 结成了一个杖许大的移动结界 此结界洁白晶莹 将那些鬼物全都排斥在了其外 无法靠近他分号 最诡异的防护手段 就要算寒厉的了 因为寒厉的身上除了发出了一层 轻盈盈的清光外 根本就没有动用任何的法器和法宝 那些鬼物一进寒厉的周身 就被几道莫名的电光给气得烟消云散 化为乌有了 这幅怪异的景象 自然引得葛丽和子灵仙子一阵诧异 但是啊 他们倒也没有不识趣地主动去问 韩丽则仍是犹弱不知地 走在了最前面 这倒不是我想逞什么英雄 而是在这四面全都是鬼气弥漫的地方 走在前面和走在最后 实在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还不如走在前头 好掌握一些危险情况 至于那些电光 其实只是我将体内轻竹风云剑的部分剑气 遍布在了护盾上而已 也只有清源剑决的护体剑盾神通 才能不用将法宝放出 就可直接借助飞剑的部分威力了 第二百九十九集 这一点也是韩丽最近才参悟出来的一种施法手段 以金雷竹的辟邪特性 自然对这些鬼物来说是小菜一碟 当然韩丽并没有全部导出金雷竹的威力 所以这些电光只是蛋白色而已 倒也不怕别人认出是金雷竹来 但他那远超普通修士的强大神石 自从移进鬼物后就完全放开了 以防被什么厉鬼变化偷袭而不自知 毕竟以他们修士的陵墓 在这鬼物重重中也看不出多远 不过那黑袍人所走过的痕迹 在这浓浓雾气中却非常的好寻 因为一道比周围雾气浅淡了许多的杖许宽的通道 用肉眼就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 韩丽等人只要依此追逆就可以了 不知这是那黑袍人的功法所致 还是那帝魂的灵异表现 但这也都无所谓了 那帝魂越是厉害 对我们这些随后而至的人来说 自然就越有力了 韩丽一边观察着四周 脚下一边一高一矮地慢慢地走着 因为脚下所踩的地方 全都是坑坑洼洼 有些湿漉漉的感觉 似乎潮气很重的样子 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 一路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们一行人不知不觉地随着黑袍人走进了鬼屋深处了 并且那鬼屋的颜色也由原先的灰白色渐渐地发起黑来 但是韩丽的脸色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阴沉下来 并开始紧皱双眉 嘎嘎嘣一声脆响 韩丽默然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 身后的紫灵仙子和老者剑子也好奇地围了上来 韩丽眼睛微眠 随即就恢复正常 并将一只脚从原地挪了开来 她的脚下不过是一堆白骨而已 外面还裹着一层清光闪闪的衣衫 似乎不是普通的服饰 而在旁边 还有一把断成了竖截的残剑的碎片 质地晶莹剔透 好像是灵性犹存的样子 看来这是一位身陷此地的倒霉修士 看此人死去这么多年 法宝残片还灵性犹在 想必生前也是一位修为不低的修士吧 但在这里身死后 他的魂魄如今也应成了鬼屋的一部分 或以化身为厉鬼 很难再重入轮回之道 韩丽正感慨之际 不经意地望了其余两人一眼 那紫灵仙子脸色略有些发白 一见韩丽望向她 勉强地抱一一笑 而葛姓老者的神情却有些古怪了 她眉头紧皱地盯着那青山半上 忽然手指一弹 一朵鸡蛋大小的火便落到了那青山之上 结果未等触到此物 火光就一闪即逝地灭掉了 啊 果然是她 怎么 葛道友认识她 唉 这人 应是和在下有过庶面之缘的御真人 他结旦比我早多了 身上的这件壁火宝衣 是用百年兵残撕裂之而成的 邓仙火焰是无法尽其身的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宝物了 上次徐天殿开启之时 听说她也去了 可是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没想到 此人竟真的失陷在此 并连第一关也没有闯过 实在是不幸啊 这位御真人的修为和法宝威力如何 比道友要高深得多吗 这位御真人 虽然和我现在一样都是助击初期的修为 但是当时的她 据说即将突破平静 马上要进入结单中期了 应该法力比我高深了一大截才对 更何况 她是非常罕见的兵属性翼灵根 修炼的兵夕功法 我更是远远不如了 至于法宝 我没见过她和任斗法的情形 这倒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不过应该不比我差吧 这么说 附近应该有个厉害的家伙才对了 我原本就觉得奇怪 即使有地魂兽开路 怎么这一路上除了这些鬼物外 什么野鬼孤魂都没有见到 那黑袍人总不可能将附近的妖鬼 都替我们收拾干净了吧 紫灵仙子听出了韩丽话里的意思 翘脸是刷的一下 越发白了几分 老者望着地下的白骨 是漠然不语起来 同时 目光闪烁不定 不知在想些什么 既然连快捷单中期的修士都陨落在了这里 说明这厉鬼的修为绝对可怕至极 即使没到鬼王的境界 估计也离此不远了 不知紫灵姑娘和葛道友 是否做好了有可能泯灭于此的心理准备 二位如果马上回转的话 就不用冒此其行 而在下却还是要冒险一事的 这二人听后 不仅面面相去起来 韩前辈 若是此生无法结单的话 就是永坠鬼道 小女子也认了 我是绝不会回去的 韩丽听了 心中只能苦笑一下 又回头望了望老者 葛丽脸上则阴晴不定了 葛某此次前来 其实只是想看看 是否能摘取些寿元果而已 并没有什么 非要拼命拿到的东西 既然现在向前 危险如此之大 那老朽还是原路返回算了 毕竟能够安稳地坐化兵节 也比永坠鬼道要强得多啊 说完这些话后 老者露出了一丝惭愧之色 随后他向二人一抱拳 就不再犹豫地衣袖一甩 暗原路消失在了雾气中 韩丽在原地面无表情地 看着老者消失的方向 半天没有说话 而紫灵仙子则露出了失望之色 少了一位 被杰丹修士同行 他们在鬼物中的危险可就更大了 韩长老 我们是不是该走了 嗯 韩丽低头看了看那具骸骨 忽然他单手一抓 那件壁火宝衣搜的一声 凭空飞到了手中 然后被他面不改色地收进了储物袋中 紫灵仙子见到此幕 露出了几分吃惊之色 张开幸唇想说些什么 但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 而韩丽接下来的举动 又让此女大感意外起来 只见韩丽手指一弹 一道青色剑光便脱手而出 将附近的地面激出了一个 杖许大的深坑来 随后韩丽轻飘飘地衣袖一扶 将此骸骨连同法宝残片 全都送进了坑内掩埋起来 看到这里 紫灵仙子的神色是古怪至极啊 是不是觉得我的做法有些奇怪 有那么一点 我之所以会掩埋掉它 只是觉得同为修道之人 自己也不知哪天 会落得个白骨一堆的相同下场 既然遇见了 就顺手帮下吧 省得对方朴实荒野 希望哪天我万一遭遇了不测后 也会遇到为我尸骨的通道 至于取了这件宝衣 自然是因为死人用不上此物了 随其深埋地下有些太可惜 我取了全当做买骨的报酬吧 紫灵仙子听完这番话 脸上的亚瑟渐渐退去 开始沉吟起来 而这时 含含脸已迈开步子 向前走去了 紫灵仙子见此 望了望地上的心埋的土堆 轻叹了一声 也徐徐地跟了上去 紫灵道友 你对这虚天殿的来历知道多少 能否略说一点虚天殿之事 虚天殿在乱星海存在的时间 已无从考究了 只知道此殿每三百年 就会从天外降落到乱星海的任意一角 而且多为偏僻无人之处 此殿内宝物众多 不论是灵药 古堡 宫法 都可在此处寻觅到 因此 这应该是蛮荒石的古修士们 不知为何 特意建造的一处密殿 所以每次开启之时 都会有众多的高阶修士前来探宝 但是虚天殿内 机关阵法重重 越往最核心处的内殿处靠近 所发现的东西就越珍贵 因此 欲显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据说内殿中的东西 才是这虚天殿真正的宝物 不过想要到达那里 就必须通过前面的三大试炼关卡 否则就是白日做梦而已 而能安然无恙地通过三大关卡的 除了元英奇的修士外 就只有一小部分运气不错的修士 才能通过 因而对普通修士来说 内殿便越发地神秘了 虚天殿内的宝物就是再多 经过这么多年的历次开启 应该也没有多少了吧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虚天殿开启的时间有限 而且每一件宝物都藏得隐秘无比 得手不是一件简单之事 按理说应是还有不少吧 据说基本上到此来的修士 能寻到一两件的 就算比较走运的了 而只能采点普通灵药 空手而归的修士 也是常有的 这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否则此殿内的宝物 岂不早就被那些元英奇修士 一扫而光了 韩丽神色一动 点了点头 不再问什么了 稍稍加快了一下脚步 接下来 二人掩着那黑袍人留下的踪迹 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功夫 仍是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让那子灵仙子 稍微安心了一些 也许那厉鬼 去堵截别路的修士 故而不在此处了吧 但这个念头 刚从子灵仙子心中生起 韩丽却一皱眉 脚步再次停了下来 怎么了 那黑袍人 恐怕和那鬼妖撞上 现在正斗在一起 那我们怎么办 是上去帮忙 还是趁机绕过去 韩丽忘了此女一眼 知道对方心里 多半还是倾向于后者 想要趁机脱身呢 这种做法 也不能说错误 若是这里不是鬼物之中 我同样想都不想的 立刻就会这样去做 但如今 韩丽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后 就大步向前走去 子灵仙子见此 脸上一愣 但略以思量后 他还是一舵狱卒 紧跟了上去 第三百集 子灵仙子紧追出去数十丈后 就隐隐地听到了法术的爆裂声 还有一种细细的低气哭声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妇人的声音 间隙低沉四段非段 让人听了烦躁无比 心神不安 而他只是听了一点点 就心神动荡 大有想手舞足蹈的欲望 这让那子灵仙子心中一惊 急忙运用心法将原神巩固了一下 这才敢擦把冷汗 抬手望去 这个时候 他已经看不见韩丽的背影了 子灵仙子犹豫了起来 但是他一咬牙 还是神情郑重地 慢慢向前走去 结果 他仅仅在走出了一小段距离后 便意外地看到了 韩丽倒背双手而立的凝重身影 这让他心中一喜 急忙奔了过去 但未等他靠近韩丽 耳边却忽然鬼气之声大气 让他一阵地头晕目眩 手足不由地狂舞起来 根本无法自制 勾魂鬼音 此法术 可是高阶妖鬼的天赋法术 对敌时 只要施展出来 就可让修为远低于自己的对手 全身血液逆流 无法自控 而狂舞不停 实在是阴损至极的鬼岛之术 他稍一大意 将开始听到的声音 当作了普通的鬼嚎之术 内心顿时懊悔不已 眼看自己就要随着那鬼气之声 一步步无法自主地向前狂舞而行 自灵仙子更是害惧之急 这声音不大 但却如同惊雷一样地震着他心魂一颤 接着两腿一软便坐到了地上 但随后他就惊喜地发现自己再次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这让他心里一松 不仅感激地望向前方一眼 因为他听得清楚 那声音正是韩力发出的 子灵道友 以你的修为 只要守住心神 便不会被此鬼音趁虚而入的 你只是大意了而已 嗯 子灵仙子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守住心神 向韩力走去 到了韩力的背后啊 他才意外地发现 韩力此时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目不转睛地向前望着什么 子女顺着韩力的目光看去 结果入目的情形 让他不由得心中一紧 只见 在不远处的鬼雾中 黑色的浓雾翻滚不已 并且不时有红绿两色光滑放出 而那低沉的轰鸣之声 和刚才让他出了大丑的鬼音 更是不时地交织到了一起 其中 那个黑袍魔羞 正指挥着一把火红的怪锤 喷出无数的蓝色烟火 再和一个模糊的黑色鬼影 颤抖不休 那鬼影是通体雾气罩身 并且寄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绿珠 放出漆黑的悬阴寒气 将黑袍人困在其中 像是大战上风啊 而那只据说可以吸魂淡鬼的提魂兽 则被两只浑身长满了绿毛的人形鬼物 纠缠不清晨 这两只怪物脑袋尖尖 双手各握一把持许长的白骨短叉 其他地方就和普通的绿毛僵尸是一般无二了 此刻他们正手持两柄骨叉喷出绿蒙蒙的鬼火 不停地攻向了提魂兽 提魂兽则从鼻中喷射出黄色霞光 任凭鬼火如何猛攻 只要被这霞光一卷 就全都丝毫不胜地吸入了腹中 某一看呢 这提魂兽反而是大战上风 因为这两只绿毛怪除了借用骨叉上的鬼火远攻外 根本就不敢靠近此兽身边账血 似乎对那黄色霞光是非常的忌惮 不过这样一来 提魂兽也因此被这两个怪物缠住 再无法援助黑袍人了 鬼叶叉 怎么 子灵道友认识这两个东西 虽然只是第一次见到 但和书上说的的确一模一样 这是僵尸之中非常罕见的一个种类 是少数几种可以在白日下活动 并可遨游天地的鬼物 难怪他们能够不怕那提魂兽的威压 而敢凑上前去了 因为他们有肉身存在 只要不是近距离 被提魂兽的西魂光喷住 就应该能够缠住此兽 毕竟这只提魂一看就是道行海浅 除了这西魂神光外 尚不会其他的神通 韩丽听完后脸上没有什么异常 心中却暗叹了一声 这紫灵仙子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这份见识实在不是我这样的散修可避的 虽说我以前在黄蜂谷看过不少的典籍 但当时修为上帝 一些真正有价值的隐秘资料 我还是没有资格看到的 至于后来 来乱星海后买的典籍也有不少 但毕竟不是经过门派系统整理过的 不是重复了 就是漏掉了许多东西 平常还无法看出来 但是一到这样的关键时候 就显得自身的见识不足了 看来此处若是能够安然脱身的话 我还真有必要去妙阴门的系统 看一些这样的典籍才行 想必这紫灵仙子 也不会拒绝我这名义上的长老吧 韩立正思量之际 场中又发生了变化 只见火红飞锤的蓝色炎火 终于被鬼影绿珠的黑色阴气 彻底遮蔽住了 眼看着就要火焰全灭 一副岌岌可危的样子 这样的黑袍人是又惊又怒 要知道为了此次的探绑 我可是做足了准备的 我满以为凭借提魂兽的威力 闯过第一关鬼渊之地 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才一口拒绝了那几人的邀请 可没想到 竟会碰上了这么个道行 如此高深的恶鬼 竟懂得各个击破之计 这恶鬼趁我一时大意 便一个击破 将我与提魂兽分离了开了 从而令我陷入了如此危险的境地 我这一派的弟子 除了祭练提魂兽 和懂一些奇特的艺术外 正面对敌尸并没有什么出色的神通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与我心神相同的魔火锤 光滑越来越小 威力越来越低 一想到陨落此地的可怕后果 黑袍人内心顿时是冰凉无比 恐慌不已 就在这时 韩力却突然赶到了附近 这让漠然发现的黑袍人 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的心中大喜 但是韩力到场后的表现 却又让一向心高气傲的这位 气得差点吐血了 因为韩力眼看他处于如此危险的情况 竟是一点上前相帮的意思都没有 反而是在远处冷漠之极地 注视着他和妖鬼的争斗 这让那黑袍人对韩力是恨得牙根直痒痒 不由地咬牙切齿起来 随后啊 那子灵仙子也正好赶到了 看着黑袍人苦苦挣扎的样子 子灵仙子也有些诧异 韩力为何还不出手 难道因为黑袍人先前的恶劣态度 韩力是故意想看着对方生死吗 子灵仙子又觉得 韩力不像是如此短见之人 因而心中是越发狐疑起来 因为韩力刚刚的救命之恩 他也不好直接说出怀疑的话语 只好用复杂的眼神 漠然注视着黑袍人和那鬼影的争斗 但此刻呀 那黑袍人实在是有些支持不住了 他的飞锤在绿珠放出的阴气的包裹之下 终于是磨焰全消被团团的困死在了空中 而这时那黑色鬼影则一声尖笑 身形忽然化为一道乌光 直向黑袍人怀中是击射而去 虽然因为一事的遮挡 无法看清这位魔修士的神色变化 但是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似乎已是准备闭目等死了 虽然我的身体外还释放了其他的防护法术 但对这样的厉鬼来说 那根本等于纸糊 若没有法宝在前面抵挡的话 恐怕被奇异抓之下 我的各种护照就会支离破碎了 而此时我的飞锤也已经被困死 又没有其他的法宝可以寄出 便也只能束手待毙了 在这危急之时 一直在一旁冷眼相看的韩丽 却是毫无征兆的 出手了 只见他一抬手 四五道细长的青色剑气 便飞速射出一闪即逝的 击向了黑影的要害部位 那黑影身形晃了几晃 就犹若未动地抽身回到了原处 接着双目射出绿芒 盯着韩丽 是一点波动的情绪都没有 看到这种情形 韩丽眼中也是一光闪动 他手掌一翻 一个小巧的灵兽袋便出现在了手中 但他没有马上系出此皮带 反而是另一只手 五指飞快轻弹 顿时 十几道同样的青光射出 直奔的两只绿毛叶插而去 那两只鬼物倒也机灵得很 一看韩丽偷袭而来的青芒 当即身形晃了几晃 化为两股绿烟 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片刻后 他们两个的身影又出现在了黑色鬼影的两侧 冲着韩丽凶狠地呲牙咧嘴 露出满口的黑黄獠牙 而那黑炮人则趁着鬼影的注意力挪移到了韩丽身上 猛然孤注一掷地全身法力催动 竟真将那飞锤收了回来 他顿时心中大喜 化为一道红光 向韩丽这边飞射过来 但这时 韩丽却脸色猛然一寒地大喝一声道 小心 还有其他的鬼物 听了这话 那黑炮人正了一正 但是这时 一道淡若无影的灰色人影已从一侧的雾气中飞射出来 一闪之后就到了黑炮人的身前 黑炮人根本躲避不及 双目中满是惊骇之色 眼看那灰色影子就要从黑炮人身上洞穿而过时 耀眼的白芒突然在两者之间亮了起来 接着那灰影怪叫一声地倒射而回 似乎对这白光是大感恐惧 捡回了一命的黑炮人 一时还有些发症 但马上就惊喜交加起来 他不加思索地立刻飞顿而去 最终在韩丽身边红光闪过 显出了身形 韩丽有些惊讶地向那黑炮人望去 他看得很清楚 刚才那白光闪洞中似乎有个巨鸟一样的东西一闪即过 就是此物净退了灰影 韩丽对此有些好奇起来 那黑炮人一想到刚才救命的那个白光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他急忙往怀内一摸 从中掏出了一面古迹斑斑的铜镜来 韩丽奇怪地斜瞥了一眼 心想 这镜子造型奇特 灵气引路 难道又是件古堡 韩丽心中正琢磨之时 忽听得啪哒一声破裂之声传来 只见那古镜的镜面竟是毫无征兆地裂成了七八块 那原本蕴含其内的灵气也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眼看着此物已成了一个废品 那黑炮人一见此景啊 眼中满是惋惜之色 他叹了一口气 有些不舍得仍将那坏铜镜重新收好 然后他一抬手 正好望见了韩丽望过来的目光 想起先前韩丽故意不援手的事情 他顿时气恼地冷哼了一声 把头扭向了一边 看到黑炮人这番举动 韩丽也正了一整 他哑然一笑没说什么 随即便向对面的鬼物看去 那紫灵仙子望着黑炮人的身影 同样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目光 这个时候 那提魂兽也早已奔了过来 他自动爬上了黑炮人的肩头 端坐不动显得乖巧至极 请不吝点赞 抽签内